一開始是不是要有一個slogan 我之前就是 我之前是嗨大家好 不要有一個很尷尬的開場 嗨一點 嗨大家好,這樣嗎 我們想一個吧 嗨,歡迎大家來到 我們的UWM 劉美學長姐經驗談 那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 我們的昭如 嗨,大家好,我是昭如 我今年剛畢業 然後呢,我是音樂系的學生 我的主修是低音館 大家好 所以我們今天有 準備了五個問題 一樣在這個系列當中都會 準備一些問題來問 學長姐,那我們就直接 進入第一個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 要問昭如的是說 你在UWM攻讀的是 什麼學位,然後 花了多少時間拿到這個學位 OK,那我在UWM 拿的這個不算是學位 它是一個certificate 比較像是一個學品 然後它的全名是ICM 是Institute of Chamber Music Diploma or Certificate 然後它是一個室內月的學品 然後是兩年的時間 這樣子 所以你算是 就是兩年的時間 然後就是都在UWM 完成這個學位 這個certificate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certificate有說 比如說它 你在申請這個certificate 的時候有什麼門檻還是什麼 其實它的audition process 跟一般就是你申請 碩士是一樣的 就是你就是帶著你的樂器 然後跟學校報名 然後你帶著你的樂器到學校 然後演奏一些學校指定的reptor 然後學校會告訴你說 你有沒有通過就這樣 然後其實我當時 我升這個program的時候 是在2018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我剛從另外一個學校 拿到我的master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在想 我是要繼續OPT還是怎麼樣 但是當時我申請了其他幾個學校 但我沒有上 我當時申請了兩個學校吧 然後都沒有上 然後就是輾轉直到UWM需要我這個樂器 就是我Bassoon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人 那時候是五月了 就其實所有的audition都結束了 然後五月的時候就有人跟我說 他們這個program需要Bassoon這個樂器 然後叫我來試試看 所以當時我就來考了這個program 然後因為他那時候那個老師就跟我說 他們可以給我全獎跟TA的位置 所以我就覺得那我就可以來這樣 所以我就沒有申請OPT 對這其實有一個另外一個比較長的故事 但今天就先當作我沒有生OPT 所以其實念這個certificate 還是有機會拿到獎學金的 對 而且是不錯的獎學金 所以某種程度上其實也可以 感覺是你也是在申請一個學位的那種過程 方式去申請這樣 那你覺得像你在申請你的研究所和這個學位的時候 你覺得過程是類似的嗎 我覺得就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這樣子 然後等於說他們就評審方式啊 或者是那樣子也差不多嗎 對都是一樣的 對 那像你主修是Bassoon嗎 Bassoon其實我也是昨天查了一下 然後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 然後所以他在中文的名字是叫做什麼 在台灣 台灣有很多人在學這個樂器嗎 台灣應該算不少人在 也沒有到不少人 就是有一些人在學 但他是屬於比較冷門 然後他的中文是Bassoon館或是低音館 然後如果是中國人的話 就是他們就說是大館這樣子 對 了解 對 好那我們第一個問題其實有延伸的問題 然後下一個問題是說 要問昭如是 在這個學位期間有 其實應該說在這個certificate期間有學了什麼 然後或是你有覺得有什麼非常值得提的 我覺得在這個學位當中 我覺得我學到更多的算是職涯類的東西 因為我 你會說跟找工作比較有關係 可能跟未來吧 就是因為我在這個學校裡面我拿了TA 所以我有機會去教學生他們教育系的人 就是吹丁管這樣 所以就讓我知道說大概美國可能他們教育體系是大概是怎麼樣運作 然後還有就是在這個program當中 我還有參與就是管弦樂團的工作 就是一些像是librarian啊 就是你要怎麼樣知道一個管弦樂團它背後就是一些譜 應譜子或者是你要怎麼樣發譜子 然後跟指揮跟團員就是你們要怎麼樣去協調這些工作 這個部分也算是你的TA的一部分 對,它是我TA的一部分 OK,所以不只教課 然後那些類似別人看起來像實習的部分 其實也算是TA的一部分這樣子 對,然後就包含我ICM的演出也算是我TA的一部分 ICM就是你那個學位 對,就是我的chamber certificate 然後它這個學位比較特別的是 它每一學期都會有三場音樂會 而且每一場音樂會你會跟不同的人合作 然後你會學新的曲目 其實我覺得我算是在這兩年內 就是power up我的曲目蠻多的 就是首先我必須要學習和不同的人 在短時間內我們可以演出 然後要去克服就是技巧上的困難 然後要怎麼樣讓一個曲子我剛拿到 然後到我可以演出 maybe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些過程中蠻累的 其實一開始我記得我最記得一開始 剛半年的時候是我最痛苦的時候 因為我要在學校就是工作 然後我又要自己練我自己就是讀咒的部分 然後還有樂團的部分也要練習 然後還要加上就是要和別人合作 我覺得最不容易就是對我來說就是我自己讀咒的時候 如果我沒有弄好 我就會覺得那就是我自己沒有弄好 可是如果今天我跟別人合作的時候 我會覺得要負責任 就是你不希望說我們rehearsal是一個小時的時間 但是大家都在因為你的技巧 或是因為你哪一些地方不好 然後你們就一直停下來 然後重複的rehearsal那個地方 就是所以你就會希望就是在所有 你即便忙碌之下你也希望我有一個就是很有效率的排練 所以那個時候就要用很多很多的個人的練習或什麼去 就是對去做 所以這個部分算是你算是跟你碩士不太一樣的地方嗎 就是你碩士期間通常你練的對象都會是你比較熟悉的這樣 對 所以所以某種程度上這個又這個等於算是碩士的加強版這樣子 對因為他這個就是完全就是focus在chamber就是在室內樂 所以你可能會跟guitar合作 你可能會跟弦樂合作 你可能會跟管樂合作 你不知道 然後有時候我們可能下一場的音樂會的曲目 也不是說你一開始學期一開始就知道 可能是我第二場音樂會完了 然後老師才說好那我們下一場又會弄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你可能只有一個月的時間去準備 對 所以這樣子是不是 其實某種程度上是不是算是這樣的模式算是 你如果畢業之後開始工作會比較像這樣的模式 嗯 就是你常常都要就是deal with不同的人這樣子 對 但是因為其實我覺得還是要看就是如果今天你的目標是我要考樂團的話 那比較多是你要work on你的樂團片段 然後你要去就是更多的去做一些就是audition的事情 然後呢如果你是偏向說好我想要有一些chamber的話 那你那如果是chamber的話它就有很多不同的 就有些人會說好那我找三五個好朋友 然後我們組成一個專門的chamber 然後可能比賽 chamber是比較小的樂團 對 chamber的話大概五個人左右吧 就可能最多最多八個人 嗯 但是基本上像我們常聽到的弦樂四重奏 或者是木管五重奏 或是銅管五重奏 或是二重奏三重奏 這些都算是chamber 嗯 對 那我們下一個問題 也是算是延續這個問題 就是說 當初為什麼決定來美國念學 那當然我知道那個招如是本來就在美國念了一個碩士 所以這個是比較自然而然留下來 在念另外一個東西 但是也許可以講一講 然後為什麼會選擇UWM OK 所以我當初為什麼會選擇來美國念碩士呢 的原因是因為我從來沒有想要在台灣念碩士過 就是我從國中開始我就是念音樂班 然後我一直都想要出國念書 然後我當時沒有抱任何台灣的碩士 因為我不想給自己留任何的後路 所以你算是一路都是音樂系上來這樣子 對 然後加上我的老師就是都是留美畢業的 所以我一直對於美國就是有一個嚮往吧 因為你的老師一直都是 我覺得老師就是某種程度上就是算是會激勵學生 會不會想要出國 當然也有可能是你在那個環境裡面 你的同學就是一直出國 那你就會發現說可能也許他們都去美國 那也許美國是一個發展很不錯的地方這樣子 對啊 所以我當時就決定來美國念書 然後為什麼選擇UWM 是因為那個時候我畢業了 然後就是我當時就想說要繼續申請OPT一年 然後再申請博士呢 還是我要再念一個Certificate 因為我想要多增加我自己的舞台經驗 但是我只想要練琴 我不想要再念學科科 因為Certificate是不需要念學科的 就是我只要花很多時間在我身上就是練琴 然後讓我的技術更純熟 但是當時就是我來考UWM之後 他們就是offer我很好的TA 然後給我薪水 所以我覺得這也對我來說也算是半個出社會的狀態 然後我也可以去適應一下就是 看一看就是美國職業的那種環境到底是怎麼樣 對所以我當時就選擇來UWM 但是像這個Certificate是你的門檻 就是你要先念過碩士對不對 對 然後所以Certificate是很多學校如果他有音樂系 通常都會有Certificate這個提供這樣的機會嗎 對基本上是 但是Certificate就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Post Master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你大學畢業就可以念的 所以他那個他在網站上的Program的名稱就叫做Post Master 對他會他會直接很明確告訴你說 他這個是不是Post Master 他通常名字會有兩種 一個叫Certificate 一個叫做Diploma 然後再根據其他不同的 他可能會分Orchestral Asserts 那就是樂團片段 但是你剛剛講那兩個東西是一樣的 對 他們倆都是一樣 就是都是你不需要念學科 因為對於就是在美國來說 他不太一樣的是 譬如說你大學有些人大學畢業了之後 他可能是想要就是Focus在考團這件事情 就考樂團這件事情 那他可能就會想說好 那他找一個地方就是Certificate或是Diploma 那他只需要專心的就是練習 但是他一樣享有就是他每個禮拜還是有主修課 因為我們樂器是每個禮拜會有一堂就是一個小時跟單獨跟就是我的教授對碰面就是我們會催樂器給他聽然後他會給我們一些意見或什麼的對然後再加上就是如果不同的話會有不同的設計但是你不用念書就不用寫paper這樣就省了很多時間 你之前也是在芝加哥嗎 對我之前是在芝加哥 那所以你是因為有考慮過待在中西部或者是甚至就離芝加哥近的地方才才就是申請的時候選擇UWM還是說你那時候有申請考量之類的 我選UWM有一個我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我只有考另外一個在芝加哥的學校因為我那時候是想要留在那邊然後我後來考UWM是因為我公公在UWM是鋼琴 他剛請伴奏所以他算是在UWM工作然後那個時候就是我那一年就是原本決定要升OPT了因為那個時候還是男朋友然後剛求婚 對就是我先生剛求婚這樣然後就說那要不要就是來Milwaukee就是生活看看 她是Milwaukee人是不是? 她是Waukesha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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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是Waukesha人 所以我公婆一直很希望我們可以在這邊生活一段時間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剛好就是UWM有開這個就是很缺Bassoon 所以呢我就想說好吧那我就來試試看 然後一次就學校就說好 然後我就想說好那就來這樣 對 了解 那我們下一個問題要問的是進入問題3 那在UWM可能你最喜歡的東西是什麼?或者是因為畢竟你待在Milwaukee這個城市有一陣子那你最喜歡的東西是什麼? 我在UWM最喜歡的就是我在UWM的生活呢是沒有什麼和同學之間相處的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就是UWM對我來說最喜歡的就是Librarian和TA的經驗 就是真的就是你去整理這些譜子啊 然後管弦樂團的那個音樂館 就是我們有個小小音樂館 然後我們從一開始整理然後弄這些譜子 然後還有就是TA就是交Bassoon的經驗這樣 所以算是跟其實這些都算是你TA的經驗 對 然後算是你覺得應該這樣相較之下算是跟你之前的碩士比起來 然後你覺得這個經驗不錯 對 但是我覺得UWM還有一個好處是我覺得就是以音樂來說的話就是主修老師還蠻不錯的 對就是我們的主修老師就是對你還蠻關心的這樣子 對所以我覺得很不錯 所以那個像你說整理譜子的部分啊那個算是TA一定會接觸到嗎? 不一定我們在音樂系的TA裡面是有分的就是那我的話是管弦樂團 然後其他有一些TA可能是他也是要教課然後但是他可能負責的會是管樂團就是不一定這樣子 對 所以整理譜子是什麼樣的概念就是說你這個ABC然後分上去每一個地 給管弦樂團的譜子的話是譬如說今天我們演完出之後其實一開始我來這個學校的時候所有的譜子都是很亂的 然後是主要是我的那個工作的夥伴他是一個非常organized的人 然後他那時候就說他一定要把所有的譜子就是organized把那個全部的譜子從A到Z排好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真的是有好多箱都不知道那是什麼然後我們就是一個一個分類就是各個曲子 然後在管弦樂團的話你整理譜子你就是要從木管開始嘛就是長笛 長笛、Obo、樹笛、Bassoon然後再來是French horn然後Trumpet你就是要照那些排序排好 然後所有的弦樂一二二小一小二然後中題、大題、Bass 就是你要把它排好之後然後裝在一個袋子裡面然後把它塞在那個就是圖書館 就包裝的很好這樣是不是 對然後給他一個label就是告訴這是什麼然後這樣以後的人他們要在演這個曲子的時候他們比較方便去找 對就是這一些工作 所以這件事情算是你從你進來的時候開始做 然後你畢業之前已經完成了嗎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也算是真的完成但也沒有關係我們就交後面的人繼續做吧 你覺得你們大概做的比如說50%超過嗎 我覺得應該有七八十其實 哇 因為我的那個就是工作夥伴他是一個非常就是他忍受不了一點點凌亂 喔OK他有潔癖這樣 對所以他真的是做的非常的好這樣 對 所以這個同學們為什麼你們的浦的這個在library都這麼整齊這個背後的功勞是有一番苦心啊 主要還是我那個夥伴 對 那就是剛剛提到的是UW部分那如果是Milwaukee你有比較喜歡 首先我覺得Milwaukee就是對我來說最好就是它的地理位置 因為他真的是就是如果你要去Chicago的話真的非常的方便 然後相較於Chicago就是Milwaukee的消費又不是那麼的高 但是你還是可以稍微體驗到一點點就是大城市的文化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Milwaukee是很不錯的 然後再來另一方面就是我很喜歡Milwaukee的環境吧 就雖然它是一個城市但是它不會讓你覺得它的節奏很快 或者是會覺得沒辦法呼吸你知道嗎 就是像台灣對於城市的概念就是很擁擠人很多 然後節奏非常的快 但是在Milwaukee的話就是你時常還可以看到一些樹啊 然後密西根湖啊 然後會有很多人在那邊就是慢跑啊享受生活 我覺得這是我還蠻喜歡的地方 就跟芝加哥比較起來的 一些差異但是算不錯的地方 我是自己的感覺啦 就是有一種感覺是從Milwaukee去芝加哥的時候 有一種是我從高雄然後到台北的那種感覺 就是因為其實芝加哥某種程度是那種發展程度 其實有點跟台北有點類似 然後因為我之前有在高雄念過書 然後所以我是覺得Milwaukee的環境其實跟高雄有點像 就是因為高雄也是有西紫灣啊 然後我們這邊有火嘛 然後有很多美術館的藝文相關 其實Milwaukee也是很多藝文相關的 對其實所以還蠻像的我覺得 嗯 你這樣說有點像 但是就是Milwaukee說的就是 就是餐廳類的種類就比較少一點你知道嗎 喔對 畢竟那個我們華人還是沒有像芝加哥這麼多這樣 就是在芝加哥真的是各式各樣 就是什麼義式餐廳很多 然後中國菜西班牙菜 就有China Town 對各種的就是 但這邊的話就會相對的少一點 還有一個我覺得比較不一樣的算是交通吧 就是以前我在芝加哥生活的時候 真的是完全不需要車都沒有關係 就是很方便 但是在Milwaukee的時候就是有時候沒有車真的是有一點點不方便 你會有這樣的感覺嗎 你說比如說去買東西嗎還是 是 就比如說以前我在芝加哥的時候就是像什麼Trader Joe's啊 就是一個就在地鐵旁邊 但是在這邊的話就是一定要到 喔對啦因為Trader Joe在那個Bayshore 對很遠我覺得 嗯 如果這樣講的話 但是我不知道你來之後有沒有機會就是搭到公車 還是你來之後就有車了 沒有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我住在Downtown的時候我是搭公車上去的 嗯 對啊 嗯 對應該是說就是如果Milwaukee 因為如果你在城市內移動的話公車當然可以啦 嗯 然後如果你要離開城市到城市郊區的部分的話 那確實是有那個汽車是比較好的 對 因為畢竟如果是像芝加哥的話還有那個嘛 那個Vantra還是什麼 對 CTA搞不好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跑到邊境去 對 CTA是可以到那個郊區的 嗯 CTA就是那個芝加哥的公車這樣子 對 然後芝加哥還有那個地鐵嘛 對 地鐵就CTA啊 地鐵CTA 然後又有公車 那Vantra是什麼 Vantra叫什麼 Vantra也是 你說的是Metra吧 沒有 是不是那個兩層的那個車 的火車 不是 是Vantra 因為它的car是叫Vantra 它的那個car叫Vantra 但其實就是公車跟地鐵都可以用 那那個什麼 就是坐到機場的那個是什麼 那個也是地鐵 喔 那個藍線 那個藍線算CTA的對不對 對對對 但你也是用Vantra car Vantra只是一個卡的名字啊 嗯 對 我覺得我們這邊可以這個 教個英文 就是因為 因為那個什麼 那個芝加哥 我覺得發音還蠻有趣的 喔 因為跟那個 因為不是Chicago 對是Chicago 是Chicago 對我覺得這個蠻有趣 就是來到當地之後 會發現有一些 像 像之前我也會覺得說 是Wisconsin 但其實是Wisconsin 是Wisconsin 他們會 反正你來當地之後 而且就是 其實他們會joking說 Wisconsin的人會有 Wisconsin的那個 Ason 是什麼 Wisconsin Wisconsin 會 就是我聽起來是感覺比較 有靈有角一點 對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還好 就是 Wisconsin人 或者是芝加哥 就是伊利諾人 講話都其實還蠻清楚的 就是沒有那種 含乳蛋的德州腔這樣子 對 我還沒有聽過德州腔 這個 就是下一次那個 介紹 你給 就是不知道你有沒有機會 就是有一個 教授的男朋友 就是他有一種德州腔 喔 對對對 然後對 蠻有趣的 好喔 可以來交流一下 好的 我就還行 好接下來我們 要進入下一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是 就是要問昭吾說 有沒有計畫 雖然你現在是完成一個學位 然後 那你有沒有計畫要在美國啊 還是要回台灣工作 然後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 做這樣的決定 嗯 OK 那現在對我來說呢 就是我剛考上了博士 所以我可能還是會 以在美國為主 現在然後 加上就是我在這邊結婚了嘛 所以我可能還是會更多 想要先在這邊嘗試 但是 如果我 因為我一開始 出國念書的時候 我是想說 我如果要回台灣的話 我一定要 就是有博士 因為我覺得這樣找工作 比較方便 所以呢 就之後 如果你念了博士 然後回到 回到台灣的話 通常會做什麼樣的工作 可能會在學校裡面 就會大專院校教課這樣子 對 當教授這樣子 理想的話 就如果有開缺的話 嗯 對 因為通常如果拿博士學會的話 如果在 不是在學校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工作可以做 那就 就變音樂家這樣子 也不一定 那就很廣 那你可能就是跟 就各種工作吧 就可能也是到處接團啊 然後可能有樂團 找你的時候你就去啊 或是什麼的 對 但是會通常會念到博士學位 可能就會想說是要去教書 對啊 對啊 就因為比較穩定嘛 就是如果在台灣的話 像如果我 如果我 怎麼說 就如果我回台灣 然後我不在學校教書的話 那其實就有點像是freelance 對 就有點像是你是創業者這樣子 就自由業這樣子 就變成說 你有活的時候 對 還去工作 那你如果沒有工作的話 那你就沒有薪水 這個心臟很大顆 對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對我來說 博士算是一個保命服吧 有點類似像這樣 然後也可以讓你 因為畢竟 如果要在大專院校 教課一定要博士學位 我覺得會 至少你第一關人家 不會就是 音樂系有講師這個職位嗎 好像有吧 因為我通常我記得 就是講師的話 也許你可能有master 就可以當講師了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 回到我當初出國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念到博士 有一個很大原因 因為我覺得 就是第一關都是看你的resume 我不希望就是 人家拿掉我的resume 是因為 這個人沒有博士 那就是我的問題 但是如果今天 我有了博 就是所有的標準 我都符合了 就可能 也許就是你能力 對 這樣子的話 我的機會就多一些 對 沒錯 所以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就變成 剛好可以談到說 因為像 我是比較好奇說 音樂系會決定 唸完master 還要唸博士的原因是什麼 像 因為像我的話 我自己是 當然一方面 是我唸碩士期間 我感覺到 我有那個熱忱 可能 喜歡做實驗 做研究 然後 我也覺得說 也許我未來在大專業校教書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 所以決定 因為當然你要當教授的話 如果我的目標當教授的話 拿一個博士學位 就是基本門檻這樣 所以這是我當初的原因 那如果是音樂系 或者是說你自己的 攻讀博士學位的理由是什麼 我自己攻讀博士的最大理由 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畢業之後 我可以有博士學位 就是首先它是我一個能力的 也算是認可吧 然後在生工作的時候 也會你有更多的方向 然後再來是 其實對於音樂系來說 我覺得念博士 不是只有在讀書 你還是有很多很多 譬如說你要開音樂會 你還是同時的在精進自己 演奏的能力 然後再加上就是 如果你念博士的話 我覺得吧 就是出路更多 你知道嗎 就是如果說 今天我只有一個master 那我是不是就少掉 譬如說我在大專院校 當教授的這個資格 對 那你就會變成說 你必須只能做幾樣事情 可是如果我的人生 有那樣的限制 我會覺得很痛苦 所以我會希望 就是如果我拿了博 我的選擇更多 那就是我在選擇 而不是工作在選擇我 的那種感覺 那個什麼 音樂系的博士是叫DMA 對 DMA 我覺得還蠻有趣 因為我其實也是 我有一個朋友在Madison念DMA 然後我才知道說 原來名字不太一樣 就是因為 理工學院都是叫PhD 對,PhD 然後那個是 音樂系是叫DMA DMA是什麼樣 什麼的所寫啊 Doctoral對不對 是Doctoral Music嗎 Music Music Art Art Yeah,Doctoral Music Art 但是其實 在音樂系裡面也有PhD 這應該很少人知道吧 對,這我不知道 就是在音樂系裡面的PhD 比較多像是音樂學 或者是理論 或者是Music History 這一些的東西 比較文學的東西這樣子嗎 對 就是你要做 研究啊 什麼的 但是就是我們念的 就還是比較多 在演奏方面的話 那就是DMA 對 不過老實說 DMA我覺得也是有在做研究的 就我自己聽到啦 因為我那個朋友 他就是 他的研究主題就是說 兩部鋼琴 然後要在鋼琴上面加一些設計上去那種 然後就變成改造那個鋼琴這樣子 然後也許可能 也許是說 改造成讓他原本要兩首彈 然後我可能一首彈就好了 類似那樣子的研究主題這樣子 或者是說 也許這邊彈 然後那一台鋼琴也會 一起有什麼反應 類似這樣子 對 我也是覺得蠻有趣 有時候就是 就是這個了解一下不同的那個 對 我們寫Dissertation的方向 會跟其他的 我感覺不太一樣這樣 對 但其實我現在也不知道我要寫什麼 所以 所以其實 因為這個問題的話就是 因為你現在工作還沒有 沒有馬上接觸到 所以 就是因為公讀學位 對啊 然後所以變成說 也許你博士畢業的時候 可能才會再面臨一次這個問題這樣 對啊 對 好 好 那我們 最後一個問題 也就是第五個問題 就是 打算問昭如是說 會給考慮來美國留學的學生 或者是說 特別來念音樂系的學生 甚至是 來UWN就讀的學生 什麼樣的建議 嗯 我先回答就是給所有的留學生這一部分 好了 我覺得 留學你要做好一個很大的心理準備 就是你會有很多很多的時間是 跟自己獨處的時間 因為像你念碩士的話 可能 你一周會有兩門課 可能 然後 其實你會花很多的時間在閱讀啊 還有寫paper上面 嗯 然後 你可能遇到很多挫折的時候 你都需要一個人去消化它 嗯 就是這個是我覺得非常不一樣 因為你看 在台灣的話 你就一通電話不開心 我回家 我回家 我可以找很多的朋友 對 但是你在這邊的話 基本是家人很遠 然後朋友 又有時差 有時候 時差這問題真的是 我覺得 蠻多留學生會遇到就是說 我現在想要跟我的好朋友素股 可是台灣正在睡覺 對 對 然後 可能有一些女生 maybe會有一些就是 一開始 遠距離戀愛的問題 這個我覺得也是很麻煩 如果是 現在這個 你的感情有點危險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下是不是 就給他 這個 重新一段新的感情 在美國 就是沒有 就是說 對 因為 一方面是時差 然後一方面 因為你的忙碌的生活 造成你的生活壓力 然後 你可能也會 在你感情當中可能 距離啊 然後 對方對你現在生活的不了解 那可能就會有一些 這個 對 發生一些問題這樣子 需要處理 這個是比較 是 我覺得遠距離當然也是對於 這個感情的一個 考驗 但是當然 對於你剛到美國念書 然後生活上各種壓力的時候 我覺得是 算是一個蠻大的挑戰 對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 我記得就那時候 我有交往的對象 然後呢 我們就是有時差的問題 然後那個時候 我剛來美國 我其實 來了美國之後 真的是各種 改我演奏方面的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我們 我們第一款是用Double Read的 就是雙黃片 然後在台灣的話 我們比較多會是買半成片 然後做成黃片的樣子 但是我在美國老師 他是從足筒開始 所以我那個時候花非常多時間 在研究這一些東西 然後還有就是 我就是催法上面也改很多 然後花很多時間在練琴 然後那個時候我的對象 他就覺得他不能接受 就他覺得說 為什麼我一到五已經花時間在學校 然後我第一年的時候 我是禮拜一到禮拜四的早上 八點到下午一點是上語言課 然後就第一年 然後下午是練團 然後晚上練琴 然後還要寫作業 所以對我來說 我很珍惜假日的時間 就是我想要在假日的時候 好好的研究這些東西 練琴啊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他就很不能接受 他就覺得為什麼你不能陪我 或是好不容易假日 就是我們時間對到了 為什麼你不能陪我 就會造成很多很多的這個問題 當然我覺得就是 如果雙方是可以協調 互相理解是最好 可是就是我覺得大家要 有一個心理準備就是 可能你來了新的地方 你會面臨很多很多的挑戰 然後那個挑戰 不只是對於你自己 也是對於對方 就是很多很多 然後再來是我覺得 這個部分感覺 只算那個留學的疑難雜症 你也有 之後我沒有 我剛好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 也許我們可能之後可以開一集 就是聊聊這個 這個留學生的 也許剛來的時候的一些疑難雜症 對 大家遇到可能不一樣 但有 我自己遇到蠻多 就是我認識的女生同學 就是有一些會有經歷這一段 尤其是就是像你一樣 你是說你在台灣就有交往對象 然後來美國的時候變得遠距離這樣 然後對這個其實就是蠻困難的 尤其是比如說來念書的人 是想要在這裡待下來 可是另一方可能想要待台灣 那就更困難一點 對 就是根據我 我身邊就有這一種 然後最後他們一開始也是遠距了一年吧 然後女生真的很想留下 男生真的很想在台灣發展 然後就不了了之了 對這個 那個我自己遇到的是感覺 比如說五隊大概有四點九隊 是會結束掉的 這個大家給大家參考 但是不代表說你們的那個感情沒有希望 但是 就能堅持下去當然很好對不對 但是不能的話就也不能強求 這對啊 緣分嘛 就是畢竟你要追逐這樣子的生活和理想 那可能也許搞不好你們之間的話題 或者是會越差越遠這樣子 對 所以也不是說誰的錯這樣 而且就是這個再繼續延伸 就是因為你剛來美國的時候 你真的有很多的事情需要適應 你就想語言你需要適應 就是你一個外國人來這裡 一開始一定是別人講一個英文 你要先翻成英文在你的腦海裡 然後你又要想怎麼回答在中文 然後再變成英文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壓力 就是當你沒有辦法很快的融入這個環境 你會覺得我沒有歸屬感 然後那些東西會造成心理上面很多壓力 然後當你和你的朋友說 或是你的另一半說 他們不一定能了解這個感覺的時候 就是會 對 我覺得不了解算是還好 當他沒有 他如果可以當一個傾聽者那很好 然後他但他始終可能也許沒有辦法給你什麼建設性的建議的時候 對 也許可能就是這個就是一個吵架的點 對 所以對啊 沒辦法 然後還有就是出國念書真的會遇到非常非常多的挫折 就是不管是語言上然後課業上還有交際上面 就是因為其實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不同的交友文化 然後 所以就需要花一些時間 你可能需要花一些時間 你才會找到真正就是覺得自己有歸屬感的地方 對 你有這種經驗嗎 我覺得第一個當然就是 如果你來的時候是有住學校宿舍 那第一個就是文化的衝擊這樣 即便說你都是遇到講中文的 比如說台灣來的啊還是中國的學生啊 那都會這個即便你們語言可以通 但是你們文化背景就是不一樣 當然不是說你遇到中國學生就是政治的議題 不是 是說你自己的生活習慣 那也許你是比較有潔癖啊 那對方可能是洗碗可能對三個月不洗啊 然後類似這樣子的東西就是 算是一個我想應該算是文化衝擊吧 他應該也不能講說是美國的 美國帶給你衝擊 但是是因為美國這個文化大榮物 然後之下的產物這樣子 對 這個部分是留學生活會遇到一個環節 尤其是一開始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基本的就吃吧 我覺得吃也是很大的問題 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他可以接受就是餐餐吃漢堡 餐餐吃披薩 餐餐吃薯條 對 可是我不是就是 我是一個 就你蠻喜歡中式的 我不是說一定要吃中式 但是我覺得我對於就是薯條漢堡披薩這些的東西 我會覺得那個對我來說像是reward food 就是我沒有辦法餐餐吃它 可能一個月一次可以 所以我就會比較多時間在做飯啊或是什麼的 對 我也是欸 而且我發現有一個現象就是 你會發現美國到處都是素食店 可是我在台灣吃麥當勞的頻率實在是比美國高太多 我也是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就是 可能不是地溝油的關係 不知道 不好意思 對 那所以 這是當然是每個留學生都會遇到的問題 那比如說 那針對音樂系想要來美國留學的學生 你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建議 我覺得音樂系就是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每週會有一個小時是演奏給我們的professor聽 然後他會給我們一些意見 那我覺得就是如果你譬如說你來公讀這個碩士 其實兩年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就是我覺得要很有效率的去運用這些的話 就是你在當你在台灣就是跟老師上課的過程中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欸 譬如說今天我有一個問題 我要怎麼樣就是用英文表達 因為我覺得對於音樂系來說表達還蠻重要的 因為美國的教育它是比較傾向於鼓勵教育 就是可能你演奏完一個練習去好了 可能教授不會直接告訴你你有什麼問題 他會先稱讚你一般 然後我覺得這個時候學生就 就是你自己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你可能要對自己有一些批評在線 然後你先有一些問題 就譬如說我練這個曲子的時候 我遇到什麼問題 我覺得我哪裡需要 improve 然後直接的告訴教授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在音樂這個系裡面 就是不同的老師他有不同的個性 然後有些老師他是屬於他不想傷害你的那種 他就會很想要很委婉的告訴你 但是在這個委婉的過程中 你可能就是不一定每個人get到點都一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學音樂 就是想要來美國學音樂 我覺得真的要試著就是發現自己的問題點 然後開始慢慢的表達 告訴老師說我覺得我哪裡更好啊 或是什麼什麼什麼的 所以就是可能在練琴過程中 你會用到的比較常用的語句 你可能要知道說這個變成英文要怎麼講 對 那通常你們在你們的科系裡面的話 你們都會知道那個樂器叫什麼英文名字嗎 對 都會知道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就比較沒有問題 就是主要是把它變成在日常生活對話的部分 可能會是要需要 就譬如說講最簡單 就是譬如說你要知道articulation啊 就是articulation有點像我們就是如果要有圓滑線 或者是attack就是一個音一個音之類的 attack,articulation,legato 就是這些很基本的 然後術語吧 就是什麼piano,pianissimo 然後forte,forteissimo這些 對 這些算是就是在台灣的課堂上 比較不會學到的東西 還是會 但是它用的不會那麼的就是廣泛 或者是在台灣比較... 可能學到名詞這樣子 對,在台灣我們也是標P式小聲嘛 但是可能有時候上課就是不一定會說 欸,你這邊要piano 或是pianissimo 或是meto piano 什麼的 可能老師會說這邊要拉小聲 這邊再大聲一點 或是漸強漸弱 就是這一些什麼crescendo decrescendo retard 就是這些稍微的要知道 然後弦樂的話就是他們的bowing 就是他們的弓 然後還有止法fingering 然後對,就這一些吧 就是大概要知道一下 這樣子你來的時候比較不會那麼辛苦 就是會覺得說 欸,老師講這個我好像知道 然後有時候又不知道這樣 然後我非常推薦就是 嗯,錄音 上課的時候錄音 對 因為我覺得錄音這個就是幫助你自己 有時候我在 因為畢竟一開始來的時候是英語嘛 就是沒有辦法那麼快的進入狀況 所以我就會錄音 然後有時候我在課堂上 我可能覺得我好像懂 但是我覺得我不懂 所以呢,我就回家就聽一下錄音 就確認一下自己是不是 欸,真的是自己想的那樣 尤其是這個 我覺得有一個好處啊 就是說當你在 尤其是跟你的指導的 比如說有一個教授在指導你 那也許你一開始來的時候 你的聽力沒有那麼好 但是他可能講了很多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改善的東西 或者是你再來要做的事情 嗯 然後你筆記可能超不夠快 或者是什麼 然後你就可以回去再聽一次 對 那也許你可能剛開始的半年 或者是一年 你需要做就是回去之後再聽的這個動作 可是你後來 當你聽力慢慢變好的時候 你可能就 也許這個錄音的 對你的功效可能沒有那麼大 那時候的錄音的功效就會變成說 也許你想要練習 你覺得你英文是不是講得很流利 那你可能可以聽一下 你的錄音檔說 原來我平常在跟別人講話的時候 是這樣子的方式講這樣子 對 這是錄音 錄音部分確實是 我覺得蠻實用的 嗯 好的 今天非常謝謝昭如 謝謝 來到這個我們的 UWM學長節的經驗談 分享他 在UWM這個 念這個 學位 這個certificate期間的一些 所學 那 之後我們也會 因為今天討論的問題 是比較general的問題 所以 我們也有討論到說 那也許我們下一次可以做一個就是 都是音樂系的 對 那這個可能就會 問題就會跟音樂系更相關 那音樂系的學生可能聽得更有共鳴的 或者是 也許你之後想要走音樂這條路 你可以大概可以知道說 喔 那如果我在台灣念完書 那來美國可能是有什麼樣的發展這樣子 或者是什麼 來美國可能會有的疑難雜症 疑難雜症 沒錯 這個我們一定會再錄一集的 還有什麼 如何在美國開始新的戀情 新的戀情 對 很好 所以 好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 我們的訪談就到這邊 那 謝謝大家收看 KEEP IN TOUCH 然後如果 你有朋友 或者是 你知道誰 這樣的資訊對他有幫助的話 可以分享給他們 然後可以繼續訂閱這個頻道 然後可以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下一集 這個即時通知 那我們 我們也希望就是透過這樣的講談 然後可以 分享更多在美國當 這個當地的學生的一些經驗談 那這些 我相信每個故事都是很有意義的 然後希望這個故事也可以幫助到更多的人 嗯 有問題也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 對 就是對 針對 不管是像GENERAL的問題啊 或者是說 你之後想要聽到什麼樣的講題 都可以留言 那我們可以大家一起來討論 OK 好 謝謝大家 掰掰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喝的 它就是台灣烏龍茶的那個味道 對 就是台灣烏龍茶 對 它這個好像真的就是台灣烏龍茶 可是你這個是在當地買的是不是 對 它就叫Rishi 它是Milwaukee的一個當地的賣茶葉的牌子 這家是在哪裡啊 它在Third World裡好像有一個店 但是其實我是在網上買的 哦 你說你在雅米買的是不是 沒有 它有他們 OK Rishi Tea 我覺得他們家的那個 English Black Tea也非常的好喝 哦 就是 這一個 我直接貼雷吧 它就是這一個 嗯 Coffee 然後你可以 好的 他們家還有賣草本茶 然後什麼 但我個人都會草本茶還好 版本茶 什麼 對 這是 一個 這一個 黃 jej